光光 好 这边请坐 哈喽哈喽哈喽 好的 那我们向光光打个招呼吧 跟大家 哈喽 大家好 我是Kancy True 天井真的品牌代言人夏之光 嗯 好的 欢迎光光来到直播当中 先代表大家 先感叹一下光光太帅了 很多人刚刚跟他说 很期待光光今天的造型和装造 我觉得就很像这个森林当中走出的王子 因为现场就是绿绿的 然后很好看的颜色 再配上你的花团景醋的效果 关键还有特别好闻的味道 所以想问一下光光今天是哪一款香薰的味道 其实就像是说这个你的这个 哥 你的秀我觉得真好 我今天用的其实是 如火香薰不倒不下 嗯 然后其实家里面在衣柜里面 会吞这个味道 是 我个人觉得这个味道很适合我 嗯 他跟我也有一定的关联 哎 他这个香味呢属于是稳重带有一点俏皮 哎很会形容 我们光光稳重带有一点俏皮 为什么会有这个味道 是因为他的前调里面有一些果香 比如说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柑橘的味道 那中调和尾调呢 我们又增加了雪松和薰衣草 所以说整体他就会觉得 严肃且活泼啊 所以说会是一种很复合的味道 就像他的名字福岛初夏 那这么好闻的味道是来自于我们的 拿点几多来的 哥里都已经说话了 汗流夹背了已经 因为我们太好闻了现场 刚刚我们闻到了说到了味道对不对 那我们也让光光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 为什么会选择代言我们的10C出品牌 其实是因为我本身对 气味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质毒 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记得就是 如果说身边突然走过一个人 他身上有个很好的气味 会让我觉得 莫名对这个人有一种好感 是 然后加上天喜珍呢 然后他是一个产品做得很用心 他的所有的香味呢 他其实本身就带入了故事 所以他正好其实就是 符合我想是假的东西 哇光光真的很会形容 因为其实味道是很多人 打开记忆的一个方式 对 就是你会突然闻到一个味道 你会回想起 哇第一次闻到他的时候的感受 包括很多人会说 现在我们的味道 他不光是闻到 很多人会说穿香嘛 对不对 就他这个味道 可能会成为你的一种 穿衣的风格的加持 哦 当你选 当你就是 就是 选择到了一款跟你的气质啊 包括你 嗯 呃长相符合的香味的时候 他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没错 会让你整个人的这个 呃魅力 无限放大 是的 无限放大 真的是会发光的 哈哈 而且如果说你平时可能比较的 呃就是 多变一点的话 你可以选择多种香味 在你 每一次 进行不同的打扮的时候 嗯 可以去用一些不同的样的 是的 所以今天我就会用无名 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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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薰就是因为 呃 他比较符合我今天这个搭 搭配 哦 了解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比如说 在卧室当中选择一个气味 然后在门厅和客厅当中 选择另外一种气味 这样的话不同的空间 也会给到大家不同的享受 是的 嗯 但其实很多人会担忧了 比如说像这个香气 比如说家里会有一些是羊宠物的 包括光光 对不对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品牌其实是宠物友好的 嗯 我相信这一点其实也是和光光不谋而合的 是 嗯 好 那也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 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最爱的属于我们品牌的味道 嗯 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 光光你平时使用香薰的习惯 嗯 首先其实 嗯 三大样 一个是那个 会有晶石 晶石 晶石是放在那个 呃就是卧室啊或者是 呃一些 一些一些一些 就比如说各个房间里面就放一个晶石 对 或者是一进家里的这个玄关 是 然后会放个晶石 没错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呃 把这个 午火放在洗手间里面 哦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可能 呃出门的就是 就是就是喷点香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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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香风啊 嗯 嗯 然后呃 晚上在家可能自己喝酒的时候 会上这个 哎呀香薰蜡烛 天呐啊 好会啊 我这个人可能就是 自己自己就是因为呃 自己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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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自己呃 是很有仪式感 对啊 我觉得生活当中是需要仪式感的 包括刚刚首先第一 呃 第一个提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晶石 很多人会把晶石比如说放在这个电视机旁边 嗯 嗯 对 我家里是这样的 是就是你放在那个位置 对这样你看电视的时候就有一种 沉浸式的体验 对 对吧 对吧 跟随着这个剧情的走向闻到这个味道 对 哇 然后呢另外就是可能有人会放在这个一进家的这个玄关的地方 对 就你每一次回家 一进闻你就会闻到这种香香的气味 其实那种一进家里就是一个呃 整洁的家里 嗯 和一个就是好闻的这个氛围 其实会让会让自己一下子就心情愉悦 就知道自己到家了 对 嗯 非常有安全感 是的 没错 就很多人都说每个人的家都是一个味儿 是不一样的味道 对啊 所以也希望大家用我们的品牌 我家现在跟你猜什么味儿 当然这是我们的天喜珍的味道 当然不仅有天喜珍 还有星星的味道 啊 哎呦 其实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还是感谢天喜珍能够把我女儿的味道融合的特别好 让我又觉得家里有个不失真 嗯 因为因为浪漫其实它有时候也会失真 所以加上了星星的这个味儿 接地气 就是融合的很好 啊 所以这个味道就是到家了啊 所以说大家也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的精神 包括刚刚分享到的这个蜡烛 嗯 因为其实我们的蜡烛有一个很特别的点 就是它其实是这种进口的大豆蜡 这个蜡油是可以直接用来当按摩油的 哦 那每次我点完之后就送你一下子 对 哎可以 学到了啊 可以稍微自己 舒缓一下 包括刚刚说到 就出门的时候也需要有香气嘛 那我们就可以稍微 所以这个油我都可以直接涂 对 就是可以直接当那个香膏来用 哦 哦 那以后就是放 啊 对 直接就是当香膏来用 哦 嗯 是很好闻的 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很冲的味道 对 涂上不是那种感觉好像会堵塞毛孔那种 对 是那种是润润的 润润的 哦 所以就像很多人会把这个呃蜡烛会放在卧室的卧室里面嘛 嗯 所以这个味道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说哎 闻到它你就会觉得很安心 嗯 会有助眠的效果 那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出差的时候 哦是真的助眠 对 哈哈下班了下班了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体验一下是亲肤级别的 哇 很好闻啊 很好闻 最后大家呢也可以选择一下我们下方的这个第二个链接就可以选择我们的蜡烛了 蜡烛同样也是有六个味道都可以去选择 呃为大家带来的也是我们的纯天然的高品质的大豆辣啊 啊精选高品质的一个饱满大豆 从大豆当中提取出来的这种植物辣呢融合的很好 像刚刚我们说到的后续可以成为我们的身体的按摩油啊 也是亲肤级别的 包括它是这种古法传统的制辣工艺 所以说从啊播种再到辣油的制作再到工序其实都是延续的古法制作啊 所以说整体大家看到的就是这种色泽是非常的温润的 嗯 然后它的香气也是非常的绵长的 那它的这个扩香范围差不多就是10到20平方啊 啊其实就是卧室 对所以我家整的都是这个味儿 对 15平方 哈哈哈哈 一进去就这儿就到了 哈哈哈哈 然后呢再加上它差不多其实是可以燃烧30个小时 30个小时 就是可以持续燃烧啊 所以其实是算每天每天都会用一个每天都会用一个我一喝就是24小时 不能用啊家里得有很多个这个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是放在哪里或者是你们是怎么样去使用的 嗯 好像这个融化之后它的温度只能只到40度 很贴心 所以是不会被烫伤的 还得是我们光光啊啊就一直在想那些啊 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好是因为有时候你点香气蜡烛的时候嗯 可能不小心碰到了或者怎么样一定会烫到自己 没错 是的 所以不可能不太会就是烫伤到然后啊也不会形成啊但是第一次燃烧要燃烧够一个小时不然会容易形成那个记忆圈啊 哎很很懂哎光光很懂啊而且就是很贴心就照顾大家就是首先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在使用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但如果大家选择到的是我们的天洗针的话呢首先第一我们会让大家烫伤第二就是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遵循我们这个一个小时的原则这样的话呢你就使用的时间会延长 而且使用的这个方式扩香的这种氛围都会更好一些啊都会更好一些那说到说回到味道啊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光光比较推荐的味道就是 福岛初夏福岛初夏啊这个这个味道为什么会推荐他因为福岛初夏是带有那种是古龙的蛋香嗯 混合着柑橘是古龙嘛成熟男人的标配哎呀对啊然后但是呢柑橘它是又那种就是那种夏日甜美的那种感觉嗯 再怎么成熟你不能成为AI你还得有自己的一些性质是是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又成熟又可爱哎呦又成熟又可爱又有 还有一些松木的这个木香嗯所以就代表着我还有一个很 就是很稳重不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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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调很深刻的灵魂哎呦天呐深刻的灵魂又有趣然后呢又有这个又成熟 这家伙这味道很复杂啊很复杂哎呦天呐福岛初夏所以说究竟是个什么味大家回去怎么个事呢大家回去点一下啊 啊其实我们现场也有一个就是这个味道刚好面闻到了嗯就是他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福岛初夏带回去感受一下刚刚我们这么形容啊这么丰富这么有层次感的味道啊这么有层次感的味道 同样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五火香薰这个应该光光也经常会用到嗯这个其实更简单就把藤条直接插上放进去是的厕所就是直接没错嗯包括很多人也会把它放到这个比如说鞋柜上面嗯啊鞋柜上面然后呢或者是哎这边有尽量就放在洗手台啊是就离马桶稍微一点没错 否则哎对嗯否则懂了都懂啊这样插进去之后呢其实呃比如说喜欢稍微淡一点味道的话第一次用两到三根就OK了那有的人味道比较臭一点你就直接插满 对这家里得有多味啊插满了啊还有一种方式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其实你是可以把它这样颠倒一下 哎是吗对这个还不知道就是我我是会这样用的就是比如说呃用到这个两两个月左右的时候我们会稍微把它这样颠倒一下这样它下面那个味道就会更快的弥散出来哦啊这我还真不知道是的第一次知道没错啊然后呢首先来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扩香棒其实也是很特别的它是这种高密度纤维的就是你摸一下它是这种很就是你能摸到它像是拿纸给它压缩成这个样子 是的啊它是纳米纤维所以说它的这个扩香能力就会更好小分子嘛啊传播就会更好啊而且我觉得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有的人喜欢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啊闻到香味啊然后呢但是你要点那个蜡烛又会怕不安全那肯定是对所以就是大家在点香薰的时候不管怎么样睡觉之前一定一定一定要记得把它吹灭把它吹灭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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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自己的轻生案例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但是就是忘了 所以以后真的是要去做这个安全的这个意识一定点完之后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把它吹灭嗯每天呢可以做一个有仪式感的部分就是比如说睡觉前啊许个愿望嗯第二天再见到光光然后哇吹一下就睡觉了这个对不对许个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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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里梦到光光吹一下然后睡觉了啊然后你看这个就是就是刚刚我们说到插进去的一个效果啊插进去的效果 然后同样的也是有六个味道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啊去选择然后呢让我们这个360度全方位的环绕是立体的扩香啊让这个自由和香气流连在我们的空间当中同样的这个扩香范围也是10到20平米啊然后大约差不多我们这一瓶是可以持续使用4个月的啊时间很长很长 然后呢咱们的这个五火香薰呢是不可以往里加水啊你就很多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快用完了就加点水这个你是不可以的啊咱们这个就是慢慢去用就好了4个月足矣好不好足矣然后也可以送人也可以自用就很多人都喜欢把香香薰当成礼物去送对或是这个样子因为它呃是有有格调的嗯然后又不会说呃太贵重哎因为有时候贵重会对别人来说也是一种蛙地对 哎真是咱们都是这个很考虑很实在的啊就是咱得稍微考虑到这个它的实用性包括其实如果你送香薰的话它每天放在家里面每次闻到的时候都会想到哎这个是光光送的嗯对不对就是就会一直在强调这个技艺和味道啊那如果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分享一下这三个产品你们比较喜欢哪一个金石然后呢五火香薰还是蜡烛啊那光光如果是 我的话你建议我有哪一款就刚刚这三个三个我觉得是味道五梦初回吧嗯因为其实我觉得哥你特别适合如果古端万象因为你是有那种书生气的啊有吗对所以我觉得它是有种木质香啊还有一点点的果香是对我觉得你适合那种书生气就我觉得五夜梦回啊五梦初回嗯特别适合你没错啊这个五梦初回呢前调的是香檸檬 橘子和番石榴嗯然后中调的话有橙花和加猪桃然后最后呢会有这种乌花果的味道还有柏树啊摄香啊开心果的味道整体来说它其实是一种会让你觉得很渊源流长的感觉对啊就是会一直想一门就像写书法呗哎大笔灰呵啊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在下方当中选择到你们心仪的本命香好安利到了嗯刚刚我们形容了味道其实每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 去形容它所看到的味道但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视觉系因为其实我们的金石大家有发现它有三种颜色嗯紫色对紫色黄色还有粉色其实这三个颜色它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啊是吗都是首先紫色紫水晶它是来自于南美洲的乌拉圭而且很多人其实不光是可以把它当金石就有的人会买很大 爱做紫水晶放在这个玄关的地方嗯因为紫水晶它其实可以增强我们的自身魅力会让我们觉得哎从容很自在嗯啊这是紫水晶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粉色的水晶嗯这个来自于马达加斯加天呐这个我们品牌好用心啊就是去到这些各个的地方去斜采这些珍惜的金石它也可以增强我们的情绪做做一个也是有点累了真的哈哈哈哈今天我们踩一颗然后就去到这边 我觉得是很有很有这个想法的没错 用心的把三个地方的东西融合在一块融合在一块啊然后呢它也可以诠释我们的每天每天每天做东西开工要吃到这 吃到那儿八十块就在一块那些有点太难了就去成了这一盆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黄色黄色是来自于我们的钢果啊钢果钢果非洲啊然后呢黄色它其实会让我们觉得哎很平静很自信啊然后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专业的调香师 它进行的搭配啊让香气和颜色和金石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然后其实也是一种类似于香风疗愈的体验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味道也是可以治愈人心的是的嗯那它呢其实也是扩张范围是在二十平米左右然后首次的话大家我们就可以滴四到五滴精油在上面啊然后差不多平时可以两到三滴嗯可以用一个月嗯那今天呢其实大家如果下单的话我们还额外为大家准备了三个香品 哦挂给车里对车里面包括其实你看它的味道其实还挺明显就我没拆开都可以问到嗯能闻到对然后包括其实你可以挂在自己卧室的那个门上对啊或者是放在这个衣柜当中对啊衣柜也可以对对所以其实还蛮适用的今天会送这个好了那接下来呢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部分了啊非常期待的部分了 就是我们要送礼物了我们的奖品呢就是青千拍领德啊我们的允照一张给大家展示一下哦哇好帅哦这是我们的卡片啊怀念啊这已经是一个月前的一个月前了 与光同频富裕之梦啊也希望大家收获到这张照片之后呢可以有好的心情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礼物那还是要提示大家点击上方的关注按钮然后呢成功下单的朋友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稍后的抽奖了那我们的这个奖品怎么样送出呢接下来我们请光光来出题大家来回答啊大家把正确答案写在弹幕当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了 好不好然后呢稍后我们来随机的进行抽取那现在呢我们就邀请光光来给我们来出题好不好然后大家呢仔细听好马上要给大家出题了啊马上要给大家出题了各位准备好了吗来请出题这么突然吗这么突然出什么题呢出什么题咱关于品牌的想想呃我今天呃我今天弄的是什么的这个香薰哦什么味道什么味道 其实上来就有跟大家分享过啊什么味道大家可以想一想嗯想一想很多人说哇天呐光光的眼睛好闪当然了眼里有光啊然后再释放着光芒有人说忘记了哎有人刷对了对有了很多人是刷对了现在节评吗现在我们来接一个好不好好那光光来倒是三个数字我来接啊三二一咔嚓好的我们来给镜头展示一下 这一位呢正好被礼物挡住了大家可以给镜头展示一下啊如果没有看清的话呢可以结张图这样的话在我们直播结束过后然后呢再次来回顾一下自己有没有中奖啊有没有中奖好的那我们再来抽一位好不好我们再送一个可以吗今天可以送吗再送一个好不好再送一张那我们来再出一道题再出一道题嗯嗯 呃10c去成立了多少年啊成立多少年啊成立多少年这个是我这个年份是我第二次出道的年份啊哎呀哎呀天呐这些阿伙已经提示到这个地步了啊大家抽想一想哦已经有了有还有人刷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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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点是第二次还是第一次啊你看看来 好绝大多数人都已经打对了啊那我们就开始来光光倒数三个数字三二一咔嚓好正确打对的这位打的是呜最上方给镜头展示一下同样的也是可以结张图这样的话结束之后呢找到我们的工具人来进行对讲嗯稍后还有机会好不好没中奖的话别着急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光光来玩游戏了好刚刚分享了这么多好闻的味道 嗯然后呢也分享了自己记忆深处和品牌的一些关联嗯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挑战和大家进行释放礼物首先第一个游戏咱们叫做倒放音频挑战倒放音频对挑战成功咱们就给大家接受没错然后我来猜到底是什么但是在猜之前你还需要来复述一点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品牌赤巨资买下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可以把声音再倒放回来 就你说什么然后我们就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先来听一下倒放的第一题倒放音频请听题 我最近我最近还听过来再试一再听一句 超远了有点挺有点有点哎好有点难 哎嗯介意 阿妇的魚好吧来咯我要用这个软件然后你来说一遍我们来到发三二一 阿妇的 whether you 我们来听一下 诶诶诶 诶诶这样反过来 诶赵方 встр 对 挺厉害模仿的 对,实在这么厉害 好玩,再来一遍 再来一个 再第二个 第一个就是内域阿尔法 来,第二个 哎呦,有点像俄罗斯语 这是我们在刚果采水经的时候 听到的话吧 再来听一遍 我就怎么给你模仿 再来,再来 我们分段前面 你也是浓 你也是浓 哪里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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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后还挺精神 哪里浓 你是浓 哪里浓 哪里浓 OK了吗 你是浓 哪里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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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种多了两个音节 再来一遍 准备 来了 来吧 点点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个 点一下 你是浓 哪里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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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能猜出来 真的这个 我们来听一下 下来浓 你 这也太不像了吧 太蓝的夏天 这个太不像了 大家也猜猜看啊 这确定是到放过了吗 我怎么感觉跟没到放一样呢 有人说笑发财了 我们看再听一下这个 我们这样吧 我们把这个让他倒放一遍 对你拿这个倒放 他现在没有答案 我没有答案 惩罚谁 这非常可怕的惩罚 惩罚谁 我们有五个惩罚 那算了 你要不要再试试看 再试一次再听一点 最后一次 请罚吧 放弃 来 我们先解锁一下答案 来我们先录一遍 好神啊 真的好神啊 这说的是谁啊 天呐 那肯定是哥你 那肯定是你啊 古希腊掌管美貌的神啊 我觉得我们先惩罚一下吧 先惩罚 我哥得惩罚一下 但我就不玩 得玩 不想玩 那行 但我不想的 这样现在你已经有 一下1比1 好不好 就是有一道赢 有一道输 咱们最后五局三胜 好 五局三胜 五局三胜 如果是胜了就不用惩罚 对 没有 那就惩罚 好不好 OK 来新的哦 这个来咯 新的一条 你赶紧 趁热的 你赶紧 有点像 你不能吗 哈哈哈哈 你 希望不能处 满路人 哎 好 哎 这最后好像有什么 你 不处赶路人 不复赶路人 灵光不复赶路人 你再听一遍我听听 你希望不复赶路人 哦不复赶路人吗 灵光不复赶路人 啊 我们来听一下 来我们录一遍 好好玩啊 嗯 自己在家能玩 哦 哦 哎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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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开始了 咱下一个给找个难一点的 啊 这个咱得让白日化一点啊 来 男人女学高手 哈 他给自己 他勒的 他人也过去了 男人女学高手 不是 哈哈哈 哎呦 天呐 看来 他把惩罚锁定 奶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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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听我到底要听听啊 怎么个事来 什么 什么 宿门集门人 做个体 啊做个体面人 啊 我觉得不行 有点牵强 是啊 体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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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最后三个队了 那我们 那我说明我最后的那个自己给自己卡牌还是卡对了 卡对了 对 我们来试试看啊 哦 哦 好厉害啊 像三比一这样 你再 最后一道题咱们结束 咱们就给大家释放出奖励 好不好 来 最后一个 嗯 妈呀 这是人能听的事吗 这是 这是 这是和小兜福的家子吧 哎但是光光真的是有点这个语言潜伏在身上了 你 啊天呐 你 你是 你 你 你 这不行 这不行是吗 那我们来听一下解锁一下 好不好 反正咱已经赢了 对不对 咱反正是赢了 来期待一下啊 啊 这个有点太难了 对啊 好嘞 我都配不上 不管怎么着咱现在三比二 对不对 咱反正是有这个 有奖励 有奖励了 但是呢 奖励 奖励就是你奖励大家 作为一个惩罚 给大家看看 你可真有意思 你也太有意思了 那你直接 那你开热门去干什么 你让我惩罚得了 奖励是给大家做个惩罚 这是咱们的仪式感啊 就像咱们的这个香薰一样 嗯 对啊 这是我们的很爱的奖励 那直接让我惩罚得了嘛 不行 咱有这个时常规定 哈哈哈 来 准备抽一下五个 我最底下 弯道超车 行 行 那看看是啥 这是你抽的啊 这是你抽的 换一个换一个 换不了 换一个 换不了 换一个 那不是一样了 来 那一要换吗 换吗 你给我个题嘛 你给个 哪怕给个文案吧 我要怎么塞啊 那文案要不就是说 我跟男的 跟 跟屏幕前的各位 对 你就说你想要香薰 这个比刚刚那个 倒放还难是吗 比倒放还难 再抽一个吧 再抽一个 再抽一个 抽一个吧 对后面还有更可怕的 我只能说我看过 这个题 算很简单的了 这个算非常简单 有人说叫姐姐 叫姐姐 或者我们就 我们就说一个文案 好吧 我们就说那个 我们就说 你就说姐姐 送我一个这个香薰嘛 就这一句话 好不好 来 3 2 1 Action 姐姐 送我个香薰嘛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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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这简直是辅导初夏呀 行 真行 我看行 好嘞 那我们这个转发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 第一游戏结束过后呢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刚刚我们和大家聊到的 很多很多的味道 都在我们的下方红色勾带了 大家都可以去按照 自己的性格和需求去选择 下个游戏 还有惩罚 不行 因为你惩罚或者奖励 都是我惩罚 不玩了 这样我承诺你 接下来如果你这个挑战成功 咱们就绝对不惩罚了 那成功 我可以惩罚 那你得有一些福利算法 一定有 行不行 咱们就保证大家 宗斯剧本 给个福利给大家 一定有 比如说送点啥 得送 得送 那不是拿我吗 我是说你们送点啥 送 我们送 好吧 送 沟通一下送点啥 对吧 对 对吧 离合 送点什么巴拉巴拉一些东西 行 比如我也都问问话 好不好 可以 好吧 来 来 第二个 这个游戏叫做文箱游戏 接下来呢 我会准备三个箱片 你需要通过文 那这个东西我太厉害了 啊 你需要通过文 来给大家诠释 你放一块 等会全 全 还挺专业 需要文来说出分别什么味道 然后形容一下 好不好 来 首先 第一个味道 哇 好好闻啊 这个味道 真的好闻 真的很好闻 它不是那个出道出现 它是 它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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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柑橘味 柑橘味 还有什么味道呢 应该是五梦初回 啊 五梦初回 对 没错 它里面有橘子 嗯 五梦初回 有橘子 还有橙花 嗯 那形容一下这个味道 就是你脑海当中的画面是什么样子 就是你的脸 哈哈哈 刚吹给你的吗 就是大笔一灰开写毛笔字 对吗 哦 越来越流畅的味道 嗯 天呐 对这款味道的销量真是担忧啊 闻得看到的是我的脸 我妈 嗯 但我看 我闻完之后就是满脑都是光光 很帅气的味道 啊 很帅气的味道 接下来 第一个趣事是对吗 对的对的对的 下一个 厉害 身上的 身上的 那你也是 那种那种 雪松 嗯 然后一些一点点的清明 清明 然后 薰草 是 那脑海当中什么画面形容一下 形容吗 嗯 帅气 帅气 哎呀 稳重 嗯 帅气 哎呀 多帅 我闻了 我闻了 这咋这帅呢 啊 是比我那个帅点 啊 我那个是 文艺 古 古风一点 这个确实是 就是帅帅的感觉 啊 性感 哎呀 帅帅的大男孩 行 来 最后一个 如果答不对这个咱就惩罚了 最后一个 咱六个味呢 木香灰 木香 木香 然后是 那个 薰衣草 嗯 然后那个 那个当时那个香豆 啊 但是那个香菇回音 哦 零零香豆 我问一下这个问 什么什么感觉 形容一下 它是一种很大的一种 一种感觉 就是你分享的时候会感觉你是那种 很大气啊 就是很很温度很温度 嗯 它是能够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 女强人啊 或者是 超级超级那种精英的 霸气 对 就这个比较适合比如说家里面 像咱们这种15平方就不适合 适合家里面大一点 对 就适合那种书 再放到书房里面 对 就是精英男士 是吧 一进书房 江山 对不对 咱脸在江山就在啊 就是这种感觉 很好闻 好 三个味道 这个对了吗 对了 全部都缺罪 好 接下来 有请我们品牌帮送大家福利了 哎呦 你 那这样吧 作为福利呢 抽个5206了吧 啊 真的吗 这样吧 这样 这样 这样吧 那个 抽四个 你们付两个 好吧 可以啊 我付两个 可以吗 可以吧 你们也付两个 可以吧 好吧 以前 以前这种都是剧本 我是真实的第一次见到 大家是真 真不是剧本 真不是剧本 我觉得大家可能以为我们是演的 就是那种 真的不能再送了 真的不能再送了 但其实我们不是 真的是光光 在现场给大家提出来的 尊属的礼物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吧 对不对 哇 这两个都加在一起 全部都有吗 所以我们一共要送四份 这两个 OK OK好的 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刚说到的 里面有藤条的 无火香薰 适合整碗整碗都可以闻到味道的 门厅卧室都可以放 然后另外这个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蜡烛 然后呢平时用完之后 你可以当这个身体的精油 不用的时候也可以当成液体香膏 这两个一起来送 好不好 那接下来 这两个一起送 这两个全部都有 很实用 蜡烛加上无火香薰 做四个 做四个 金石不在 还想送金石 还想送金石 咱还有第三个挑战 行 咱稍候好不好 那咱们现在先把刚刚这四个礼盒送出去 好不好 那咱想口令 咱想口令 对 考一考大家 想口令 开心快乐每一天 行 开心快乐每一天 刷在弹幕当中 嗯 也希望大家 有我们这个品牌 有光光的陪伴 每一天都可以开心和快乐 赶快刷起来 啊 对 这个确实是我们今天 额外增加送给大家的福利 额外增加送给大家的福利 来 好了 有了 那我们来倒数三个数字 三二一 开擦 好的 来 大家看一下 这边的四位 啊 还是提示各位 都是要关注啊 关注才可以参与到我们抽奖 然后呢 凭借您的这个订单截图 就可以去找到我们工作人员去对讲了 嗯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 那下面就是我们的第三个挑战 嗯 好不好 好 这个第三个挑战 咱就是有有惩罚得做惩罚 有奖励得做奖励 好 行不行 来 第三个游戏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有点厉害了 这个游戏呢 叫做 我们不能正面的回答我的话 也就是说呢 逃避呗 无论我说什么 你都不能按照我的这个逻辑来 我们就做个渣男路 逃避 这 对逃避 咱就是 我不能选你 不正面回答 我不是古风吗 我刚才 我那个渣男香 我刚才那个是 就是接下来我说什么 你都不能顺着我说 好 就有点类似于这种正话反说的感觉 好不好 答非所问 答非所问 啊 还有健身 你看看你瞅瞅咱这现场这些人 他们就希望你捧着我们的这个 精实的底座 一边做这个运动 一边来回答 就是做一个干扰 行啊 不在话下 来吧 来吧 好 准备好了吗 输了 你不能顺着我说 你 没有说 再回答你啊 我 嗯 这个重量还可以 行 那我们开始了 那我们开始了 准备好了吗 今天吃了三明治 哦 吃有肉吗里面 我还喝了柠檬汁 酸吗 我的妈呀 不好吃 啊 行吧 那你一会儿结束之后想再吃点啥呀 我要去见朋友 哦 那见朋友的话要不要给他带点礼物 回去还要拍戏 送礼物一般送什么呀 还有水龙银啊 哈哈 哦 那比如说拍戏累了的话 你回房间点不点香薰 哎呦 哎呦哎呦哎呦 惩罚来喽 惩罚在哪里 太棒了 真的是 这个 准备了这么多惩罚 终于用上了 输了吧 这个渣男 渣男 渣男我认了 为了给大家谋福利 啊 这个里面我的宝盒 装了许多惩罚 哇我还看到 有粉丝说让他输 让他输 你看看 哇我真的今天自己 夹的这个 夹的这个马 让品牌方中 我一块送四个礼盒 还让我输 我赢了不负重 不负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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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刚刚是撒娇 咱看看这个是 怎么怎么个事儿 来 不能看 有三种方式比心 啊 其实我一开始 其实其实 其实是不太会 后来就在演讲 挺会的 疯狂学 来 三 二 一 天哪 卡着了 嗯 第一个 哦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啊 这也是捧的心 啊 第三个 第三个 这是我自己发明的 自己发明的 第三个 拿笔 哦 那个笔 第三个就正常一点 啊 对 好 收到 但是刚刚他们说这个惩罚太简单 他们说要再抽一个 不可能 哈哈 哈哈 这么直接拒绝吗 啊 行吧 那我们就这个留到后面好不好 好的 再次感谢大家我们的三个游戏 全部都通关了 那我相信大家呢 现在也非常期待 我们稍后还有什么奖品啊 别着急 马上还有清千礼盒会送给大家 其实在直播之前呢 很多人就有看到我们的开箱视频 包括有看到很多很多我们这个代言人的一些TVC 都会觉得说哇很好看 那包括还有很多人是想要真的来问问光光一些大家想知道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收集了一些各位都比较好奇的故事和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来问问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问题 这个环节咱就是这个知无不言 好不好 咱就是尽数回答给大家 知无不言 知无不言 我先走了 哈哈哈哈 知无不言咱就进入到这个感性话题 这个是个催泪话题 首先听说猩猩公主被狗狗学校退学了是真的吗 羊狗有什么这个需要担心的事情分享一些猩猩的主事 这第一个 其实退学这个事情他没有真的退学 只不过是对方会他又回去上两次 因为第一次回来之后并没有完全的学会 然后第二次再送回去 然后后面你其实就 那个老师也会觉得说他可能稍微有点不太好管理 对其实类似这样也没有说真的就退学了 对但其实过程中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最担心的就是他 呃前段时间他其实是作为女生来说他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的这个 变成那个过程 是然后当时我有点担心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早上起来就是全然洗 然后下一条 你也下一条 是然后那种感觉其实很神奇的 我一下子更爱他了 因为我见着他从这么一点大长这么大 然后还有还有 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其实 父爱就非常愿意 然后那个当时他其实不太吃东西 然后受得特别快 那段时间我特别担心看他身体会出问题 嗯 囧事其实就是都是我的囧事 哈哈哈 就是地地也一样 哎呀 呃 地毯也一样 是那你会揍他吗 如果看到这些行为 呃有一些行为就比如说跟他说了不听 比如他把一些东西咬坏 或者是张嘴要咬别人 就是他不不咬 但他可能会自己习惯性的去去 呼一下张嘴或者是磨牙的 他不使劲 但是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是所以我就会打开他 哎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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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就是我们可可爱爱的星星 啊 大家可能都是说是的 咱这个有点脾气很正常啊 咱那个 毕竟是这个女明星小公主啊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这个公主可以这个健康 皮安的快乐成长 好不好 好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如果用香味来形容自己的话 你觉得是什么味道 香味 其实我觉得呃跟这个呃 呃 舞蹈出下去的情形 是 其实就是一种 嗯 帅气 木香 我其实不是就是木香 然后可能 加点柑橘 嗯 然后会有些设想 就是可能相对于来说还是比较的 呃 呃比较比较比较平平吧 就是说是看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安全感吧 嗯 我是不是在工作的当中 是 然后设想可能更加来就是说其实我也有一个很老的人物 然后我最近其实特别喜欢一个演名叫做 garry henneman 嗯 他是演那个杀手不太冷啊 啊 那个反派还有小天郎星 还有那个天啊 嗯 秋吉尔啊 就是我之前喜欢可能结婚菲尼克斯 嗯 现在也喜欢但是就是因为看了他的那个小丑 然后就是很多演的特别好 然后garry henneman就是因为去翻了他很多的一些 就发现他每个角色其实没有连接的 都不一样 每个角色塑造都特别的 嗯 然后再去塑造他的履历 他有了很多五段的这个婚姻 不能够效仿也不支持大家 也不呃 弘扬那个 但是其实换言人就是说 呃我是喜欢经历生活 我会其实平时可能会喜欢走在路上 嗯 自己有时候自己去坐地铁 然后我会喜欢去观察 所有人的言行举止 去去 我会觉得很chill 然后也会觉得很放松 然后 反向他也能够 让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更加的 丰富 是 所以说其实一切过往都是经历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相信这些生活的细节 包括这些热爱生活的点也塑造了现在大家都这么喜欢的观光啊 那这个味道就是刚刚我们形容的福岛初夏很丰富有层次 但是根基是沉稳的 是低频的 但是也会有一些活跃和老灵魂在 嗯 好的 接下来下一个问题 呃 刚刚我们分享到了最喜欢的味道 应该就是福岛初夏 对不对 那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使用方式或者是点香薰的时候会不会配合一些音乐 方式其实就是呃 有时候晚上可能工作完第二天没有工作的时候 嗯 会自己喝一点红酒 啊 然后点香薰 然后音乐可能放 呃 可能都比较偏 呃柔一点 比较低一点 是最近可能有喜欢R&B 对之前可能放那个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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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首歌对 哦 好的 那接下来下一个 光光的调酒日记什么时候更新呢 想看光光调酒调酒的时候会用香氛吗 嗯 调酒的时候会有的 因为有时候其实它是一个情调 它会抒发你一些情感 它会让你更加有创作范围 有的创作欲 嗯 呃有什么时候更新呢 可能下一次蒸酒的时候吧 嗯 可以期待一下 那除了调酒之外呢 做饭呢 会不会有这种做饭呢 做饭 嗯 不知道 不知道 但是做饭点香 是有点奇怪 是 大周 哎什么味香料 喝了 听我一看 啊 那目前来说就拿手的一道菜吃 目前来说 嗯 辣椒炒肉 哎 哎 行啊 那吃火锅 这位朋友问了 他说吃火锅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是自己必涮的菜 或者是有没有自己特别钟爱的蘸料 蘸料可能是 嗯 嗯 蚝油 哦 对或者是沙茶酱 哦 哦 必放的可能是香菜 香菜 啊 然后背的菜就是可能是牛肉啊 因为蛋白质 是 牛肉然后是娃娃菜 哎 娃娃菜 啊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们很多很多 我们钟爱光光的粉丝们向我们发来的一些问题啊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更多的去赘述了 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光光 然后呢我们也支持品牌 未来我们也希望有下次做客的机会 我们再聊这些问题 那同时呢 我们不光收到了大家想问光光的问题 我们也收获到了很多 大家写给光光的留言 那在读留言之前呢 我们也提示一下今天呢 为大家准备了我们的520的礼盒 也在我们的下方了 那520礼盒当中呢 有我们刚刚分享过的这个五火的香薰啊 还有我们的蜡烛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蜡烛了啊 蜡烛的话呢 大家比如说放在卧室 放在门厅 放在我们的客厅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呢也可以当成我们这个香膏来使用啊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五火香薰了 它里面被大家配了藤条啊 差不多这样一个可以用四个月 所以说时间也是非常之久的啊 也欢迎大家可以来选择有六个味道 都很好闻啊都很好闻 好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 多爱自己 多爱自己啊 多爱自己 那下面我们就请光光来读一下粉丝先给你的留言 好不好 嗯 第一条 夏之光的上班路堪比取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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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都有兴抓嘛 天呐大家以为刚刚网卡了 含叫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上一次那个是蒙炭的时候突然那个吉他啪啪掉了 哦 哦 就走生活总会有这些意外的惊喜掉落啊 好 第二个是夏之光追光不是我的本意 亦不是我的宿命 只有目光才是 不愿将这份热爱揉碎在时光的长河里随似 随 随 随似时行 是什么意思 他可能就是希望你能够如影随形 嗯 半百日生 结出一颗种在光里的种 中辉开垂尺寸的花 发出天C2般迷人的香味 啊 谢谢 第三个夏之光你是从漫画里跑出来的吗 怎么能比漫画还帅 哇 真的 他们比漫画还帅 离花香哪有代言天C2的夏之光香 离花 他们还准备了BGM 哈哈哈 啊 夏之光没有你我要怎么活 有你的地方就是天堂 没你的地方不算人间 我爱你的心灵尽皆知 为了你我愿意 嗯 我后面就不读了吧 我来看 嗯 我觉得没有我 哇 啊 嗯 相互相成 对 有你们才有 是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最好的 陪伴 嗯 你们也要变得更好 你们也要越来越少 一起成长 没有我 你们也越来越少 哦 谢谢光光啊 我相信所有人的祝福 所有人的留言 光光都有说到 啊 那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支持你的粉丝们说 嗯 就是 还是就是肯定前面就是就是希望大家开心心 然后 哎呀 怎么说呢 就是人生中肯定有很多自己难以决定的事情 然后 希望你们能够理性看待每件事情 嗯 我最重要的出发点 先爱自己 再去 爱别人 对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快乐乐 然后再告诉大家 我身体很健康 然后有时候的确可能会累 但是身体会很健康 那也先想也希望大家不用 呃太大的压力 希望你我都能够健健康 嗯 是的 大家都在嘱咐说注意休息好好吃饭 那我相信这些也是光光想对大家说的话 对不对 大家也是一样的 大家都开开心心 注意身体 然后好好休息 那当然了 刚刚我们答应过的事情 也要做到 就是我们光光也准备了清签礼盒 要送给大家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这个520礼盒来签好 给到大家辛苦光光 那想要参与抽奖的朋友 千万不要走开了 因为我们的活动还会持续进行当中 给大家来整齿一下 好的已经在这边了 再次感谢光光 哇真的 今天听光光分享了很多 而且光光有很用心的在 聊他对于香薰的理解 对于味道的理解 同时非常非常非常有诚意的和大家分享了粉丝的提问 并且也都对于大家的留言 一一做了回答 再次感谢光光 那么最后呢 其实还需要提示一下大家 今天呢 其实是我们光光 包括我们品牌 包括我们的新系列 在小红书当中的首次直播 也再次感谢每一位朋友们的包容 和大家的持续的锁定 今天呢 我们在现场有两个系列 包括我们的第一个系列 包括我们的全新系列 全部都在这边了 那我们的第二个系列当中 为大家准备了六个香味 分别是我们的万物复苏 尼斯假日 乍剑之欢 同时还有我们的山谷回音 福岛初夏 以及五梦初回 六个味道 那今天光光为大家沉浸时的感受到的是福岛初夏的味道 福岛初夏的味道 同样呢 我们有三个产品 分别是我们的这个金石 这个呢 是可以直接放在门厅当中 包括放在我们的客厅当中 卧室当中 都是OK的 它是三种颜色 来自于不同的国家 进行过我们的调香师进行专业的配比 那还有就是我们的五火香薰在这边 有藤条在 然后呢也可以倒放正放四个月的时间 用了时间非常久 另外呢就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这个蜡烛了 有仪式感的部分 无论是在家里面 住眠 休息 喝酒 看电视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很有仪式感的陪伴 再次感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观光这边 要和大家在线上互动的时间 暂时暂时就要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相信未来光光也会继续努力 为大家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会用更好的这个角色 包括我们的这个剧集 出现给大家 那我们就让光光先和大家 说再见 好不好辛苦光光了 辛苦辛苦光光 照顾好自己啊 好的 谢谢光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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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